第741章 先帝尊严比天大 先帝尊严比天大 这是横古不变的真理 也是云青年一直以来都坚守的原则 无尊严 无宁死 哈哈哈哈 你这蝼蚁居然还知道 本圣主是伟先巅峰 不过 你既然知道本圣主是伟先巅峰 就应该也知道 伟先巅峰已经是人界巅峰 本圣主让你跪 你能抵挡吗 风轻扬冷笑的声音刚落 先人气势 铺天盖地地压向了云青年 周围空间震荡 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 这是连真空 都承受不住风轻扬的气势 随时有崩溃的迹象 只是让在场所有人都为之策目的是 云青年没受到这股气势的半点影响 甚至 连他身上的长发 长袍 都未泛起一丝连衣 哦 风轻扬眼中不由出现惊奇 原来你是先人转世 风轻扬很快便了然 这也解释了 云青年此前为何会说出 让我跪下 就凭你伟先巅峰的修为 先人转世 在天心大陆并不稀奇 毕竟天心大陆的气韵 全部苏醒以后 造化其遇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哪怕是先人的先界 都会寄于不已 这也是风轻扬 尼菩萨 张之洞 等人 明明能踏出尾仙的最后一步 成为真正的仙人 但却一直压制着自身修为 风轻扬所知道的转世仙人 就不下两位数 比如尼菩萨 比如鬼谷子 比如花若云 等等 当然 风轻扬没想过的是 云青年并非转世 而是修为跌落 并且 全盛时期的云青年 还是主宰仙界的先帝 就算你是真正的仙人转世 今日都要给本圣主跪下 风轻扬冷笑一声 真正的仙人朝他下跪 可比一介楼椅下跪有意思多了 空的一声 风轻扬身上 直接涌出疯狂的能量 这股能量 才刚出现 便直接撕裂空间 从云青年的头顶上方压下 咔嚓 云青年的双膝 传来鼓掠的声音 连带着 云青年浑身的青筋都爆了出来 风轻扬这一次 是用修为压制云青年 以云青年如今的境界 不可能挡得住风轻扬的胸围压迫 但云青年却在强行支撑着 站直了膝盖强行支撑着 而这么做的后果就是 云青年两腿的膝盖骨 直接碎裂了 跪下 风轻扬的声音再次响起 卡 卡卡卡卡 一连串的咔嚓声响起 云青年为了挺直腰板 身上的骨头不知碎裂几何 你倒是很有骨气 风轻扬再次冷笑 云青年的强撑 不仅没让他恼怒 反而让他觉得愈发有意思 让这样的人跪下 才能获得最大最多的成就感 不远处 灵雪死死地盯着这一幕 灵雪的两只美眸 充斥着血丝 近乎癫狂 但灵雪的身体 却被花若云牢牢禁锢 别说是冲过去跟风青阳拼命 就连开口讲话的能力都没有 花若云也是无奈之举 连被他称为老师的尼菩萨都低头 都只能静默不语看着这一幕 他又能怎样 灵雪又能怎样 云青年大半个身子 都陷入了石板地底 但在云青年的两腿前段 却有两条勾曲 刚好能通过云青年的膝盖 从而使其下跪 云青年的两只拳头 虽然仅仅搓成了一团 但他的面色 却出奇的冷静 冷静的 有些吓人 咦 你居然还有一个身体 风青阳的声音再次响起 生仙台是至宝 哪怕放在仙气里面 都属于最顶尖的仙气 除了能助人非生 生仙台还有诸多万人 想象不到的能力 比如现在 风青阳就通过生仙台 无意中发现了 云青年还有一个身体 怪不得你有恃无恐 宁死不屈 风青阳带着淡笑 心念一动间 生仙台突然飞到了 云青年的上方 书的 一道黑色光芒 倾泻下来 瞬间就将云青年包裹了起来 啊 云青年终于发出惨叫 不受控制的发出惨叫 黑色光芒 怀有剧毒 直接涌入他的灵魂 让他感受到了 比追心之痛都要惨烈的剧痛 不但如此 黑色光芒腐蚀他这个肉身中的灵魂后 还穿越时间 穿越空间 穿越种种堡垒 到达了不知道多少亿万里之外的天剑宗 天剑宗中 星空巨瘦身体的云青年 也几乎在同一时间发出 撕心裂肺的惨叫 灵魂受到了 生仙台发出的 黑色光芒的腐蚀 几个呼吸后 星空巨瘦的云青年的灵魂 陷入了横骨的沉睡 跪下 可免你一死 风青阳俯瞰的看着云青年道 风青阳知道 这一次 云青年一定会下跪 因为云青年的另一个身体 已经陷入了沉睡 横骨的沉睡 很可能永远都不能苏醒过来的沉睡 也就是说 眼前的云青年 一旦死了 就是真的死了 无法通过另一个身体复活 因为另一个身体 已经陷入横骨的沉睡 云青年的面色还是很平静 尽管 他的心都快滴出血了 卡 砰砰砰砰 强行的支撑 剩下一支的支撑 让云青年身上抱起的青筋爆开 无数滚烫的鲜血 从他身上流出 整个人看起来 就如同一个雪人 但云青年的腰板 身躯 还是挺得直直的 青年哥哥 远处 看着这一幕的灵雪 眼睛不断滚落晶莹 心里充满了心疼愤怒 以及盎然的杀鸡 如果有的选 灵雪恨不得 拜云青年承受这份屈辱 如果可以 灵雪会将封青阳错骨扬灰 会让他行神俱灭 乃至灭他九族 可惜 没有如果 对灵雪来说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 眼睁睁地看着云青年受辱 云青年 本圣主对你 只是有几分猎奇心理 你既然还明完不灵 那就别怪本圣主 动用其他手段逼你下跪了 封青阳的语气 终于出现了不耐烦 化落之后 手中突然涌现一枚水晶 单金银剔透的珠子 云青年一眼就认出 这是某种 封青阳也修炼了 到心肿魔大法 第742章 无尊言 无宁死 无论在冥界 还是天心大陆 云青年都听到一个说法 到心肿魔大法 时封无极光传下来的 天心圣地是封无极光开创 封青阳身为天心圣地的圣主 修炼了到心肿魔大法 并不稀奇 做个一生 封青阳手中的某种 直接窜入了云青年的体内 跪下 某种进入云青年体内后 封青阳冷酷的声音 变响了起来 劈啪 卡卡 一连串的脆声响起 全都是骨头碎裂的声音 中而某种后 云青年的身体 已经不听使唤 就要跪下 但云青年的意志 却在强行支撑着身体 扑哧 扑哧 云青年的两手的手指 突然插进了两只大腿的内侧 瞬间就贯穿一道血洞 切断了里面的经脉 找了这两条经脉 云青年两腿近乎沸掉 身体对两腿失去了控制 云青年的脑海 此时不断回荡着一句话 无尊严 无宁死 无尊严 无宁死 看到这一幕的人 无不冲了一口冷气 他们都被云青年的凶狠吓到了 对别人很不算什么 云青年现在是对自身狠 云青年强忍着剧痛 失去对两腿的控制后 他压力少了很多 不用再强忍着不贵 你很有骨气 但没有实力的骨气 只是突然 只是愚昧 风青年冷笑一声 他心里 已经泛起了一丝火气 他原本以为 云青年有恃无恐 宁死不屈 是因为另一尊身体的存在 但现在 云青年的另一尊身体 已经肿了生仙台的诅咒之毒 陷入了永恒的沉睡 云青年这时候 还敢不下跪 在风青年看来 就是对他的挑战了 本圣主要致你 有千百种手段 种魔法则 给我出来 风青年猛的抱贺 一只大手对着云青年一抓 云青年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 身体里面好似有一条筋 被人活生生抽出 痴拉 伴随着战略如雪花的鲜血 一条肉眼可见 但又晶莹剔透的法则 从云青年身体里面 被影生生抽了出来 等极强大的功法 修炼到一定阶段后 就会在体内凝聚一条法则 就拿到新种魔大法来说 就在云青年身体里 生出了一条种魔法则 云青年能随心所欲的 动用到新种魔大法 就是因为种魔法则的存在 正常情况下 哪怕是云青年身死 种魔法则都不可能会被人抽出 但现在 却不是正常的情况下 因为 风青阳跟云青年一样 也修炼了到新种魔大法 同样身怀种魔法则的风青阳 看得到云青年体内的种魔法则 既然能看到 自然也就抽得出来 抽出云青年的种魔法则后 风青阳当着云青年的面 将云青年的种魔法则练化吞噬 什么转世仙人 不过是凭借到新种魔大法成长到今天这一步 找了到新种魔大法 你就是一个废物 甚至连废物都不如 风青阳俯瞰地看着云青年 毫不留情地嘲讽道 并且大手一挥 解除了墨州城的时间停止 让全场人都苏醒过来 看到了这一幕 那 那是仙人吗 仅来的人群 都被悬浮空中的数十道身影吸引了 每一个人 都被金光笼罩 气息爵士 先锋道鼓 他们都是仙人 我虽是人黄 但在他们面前 却如皮肤面对着巨人 他们定是仙人无疑 天哪 真的是仙人 快 快摩拜仙人 拜见仙人 四周无数人 全部跪在了地面 且这一景象 伴随着记忆水晶 被传到了永恒帝国的各个城池 摩拜过后 他们的注意力 又被云青岩吸引 他们刚醒来的时候 可是亲耳听到 仙人说云青岩被剥夺了到新种魔大法 为了种魔法则 从今往后 你将彻底失去修炼到新种魔大法的资格 不过 仅仅这些还不够 风轻阳冷漠的声音再次响起 既然都废了 那就干脆废到底 话落 风轻阳又对着云青岩探手一抓 直接从云青岩体内 绝出了一枚水晶般晶莹剔透的魔种 云青岩的心在滴血 内心的怒火 近乎浓烈到燃烧起来 这枚魔种里面 可是蕴含了他全部的修为 愤怒吗 不甘吗 风轻阳俯视的看着怒不可恶的云青岩 没有实力的骨气 只是突然 只是愚昧 同样的 没有实力的愤怒 只是弱者的咆哮罢了 在我眼中 你云青岩只是任由柔捏的蝼蚁 甚至 连让我捏死的资格都没有 这枚魔种 蕴含了你全部修为 但对本圣主而言 他连垃圾都没有 风轻阳说着 一把捏碎了 蕴含着云青岩全部修为的魔种 此周无数人 看到这一幕 无故陷入了沉默 连蕴含着云青岩全部修为的魔种 都能不屑一顾 甚至当场捏碎 风轻阳究竟强到了何重地步 与此同时 他们也不禁为云青岩感到悲哀 一是修为 亦招毁于一旦 从这一刻开始 他们眼中高高在上 逆天如妖的云青岩 彻底跌落神坛了 人群中 为金伦 杨阳 朱鸣等几个 与云青岩交好的人 无不咬牙切齿 目不可遏 可偏偏 面对风轻阳 他们连拼命的勇气都没有 这不是他们懦弱 怕死 而是仙人的气场 压得他们生不出半点反抗的心思 恩 居然还有为云青岩抱不平的人 风轻阳的目光 突然落在了 魏金伦 杨阳 朱鸣等人身上 你上去 扶着云青岩跪下 风轻阳的目光 落在了魏金伦身上 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 魏金伦怎么可能会照做 甚至满腔的骂词 都要狂勇而出 可真到了即将出口的那一步 魏金伦却发现 他无论如何也说不出 有种诡异的力量 阻止他将骂词说出 不仅如此 魏金伦的身体 还不受控制地走向云青岩 真要扶着云青岩跪下 第743章云青岩的誓言 云青岩如今 双腿经脉断裂 等于废掉两腿 秋为被夺 已经是毫无修为的普通人 魏金伦上前 只是稍微将他往前一推 就能顺势让云青岩跪下 不 我不能这么做 死也不能 魏金伦两眼冲血地咆哮 他此时 已经不受控制地 走到了云青岩的身后 可惜 他的咆哮没有 甚至 他现在就是想死都死不了 够了 就在这时 一道女生传来 声音清脆 空谷幽蓝 像涓涓细流一样动听 却也如涓涓细流般平淡 不含一点半点的情绪 但云青岩听到这道声音后 整个人都磨正了 这 这是他朝思暮想的李冉竹的声音 在别人听来 李冉竹的声音 不含一点半点情绪 但云青岩却感觉得到 李冉竹不含半点情绪的声音背后 左蕴含的滔天怒火 众目睽睽之下 苍穹突然被人撕开 一个白衣女子从中走了出来 白衣女子的五官极为精致 仿佛经过造物主精心雕琢 已经完美到了极致 此时 她手中拿着一把墨色长弓 背上背着一桶 同样也是墨色的见识 绝美的脸上 看不出情绪 没有冰冷 也没有热情 给人的感觉 就是一张面无表情 但却美得风华绝代的脸 此中无数人 都在第一时间被白衣女子美貌惊艳 她们都第一次领略到了 什么是惊心动魄的美 什么是风华绝代的美 在她们看来 这样的女子 可只是凡间没有 哪怕在神话传说中 都未必存在 她的美 是超越时间是美 是超越空间的美 是超越时间一切物质的美 最最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无论男女 都会为她的美着迷 惊艳 但却生不出一点半点亵渎的心思 哪怕是天心圣主风青羊 都微微愣了愣 被她的美所吸引 回过神后 风青羊目光温柔 与太充满柔和道 阮竹 你 你怎么来了 妮菩萨看向李阮竹的目光 闪过一道愧疚 而后低声自语道 李姑娘来了 云道友或许有救了 李阮竹没有回答风青羊 而是先看向你菩萨 说道 道友 你以尽力 无需愧疚 李阮竹知道 面对持有生仙台的风青羊 你菩萨根本做不了什么事情 接着 李阮竹才看向风青羊 目光不含一丝情绪 放了云青年 你认识他 风青羊美与微微一尘 认识 李阮竹没有否认 若是其他事情 我都会答应你 唯独这件事不行 风青羊沉着脸说道 李阮竹虽然因为某些原因 必须住在天心圣地 但这么长时间下来 李阮竹从未主动跟他说过一个字 甚至 哪怕是风青羊主动献殷勤 李阮竹也几乎都是无视他 可现在 李阮竹居然为了一个男人 主动 开口要求他 原本 我只是想羞辱云青年 践踏云青年 现在看来 这只蝼蚁不得不死了 风青羊眼中闪过盎然的杀鸡 等等 风青羊似乎想到什么 眼睛突然一亮 以李阮竹冷漠的性子 不可能会为任何人求情 除非 这个人对他很重要 讲到这里 风青羊不由看向李阮竹 说道 我若卖你这个人情 放了云青年这只蝼蚁 你打算付出什么 你想我回报什么 李阮竹眉宇一皱 但还是用平淡如水的口吻说道 当然是 答应跟我的婚事 风青羊微微咬牙说道 顿了顿 风青羊又立马说道 想互助云青年这只蝼蚁 除非你答应跟我的婚事 否则 我不仅会杀云青年 还会让他行神俱灭 我答应你 李阮竹说道 语气依旧淡漠 哈哈哈哈 风青羊快意的大笑 笑声之大 传遍了整片天地 李阮竹啊李阮竹 我风青羊曾经以整个圣地为聘礼 向你提亲 却被你拒绝 但现在 你居然为了一个蝼蚁答应嫁给我 风青羊笑声中 还带着几分不甘 他有着无上修为 同时也手握无上权力 而今 却靠一只蝼蚁 逼得一个女子嫁给他 这让他心里如何甘心 不过 他虽然不甘 心里还是充满了快意 风青羊的为人处事向来是 如果真心实意不能打动你 那就不择手段地得到你 以前 他用见不得光的手段 得到了天心圣地的圣主之位 现在 他同样也是用见不得光的手段 得到了李染竹 四个月后 将会有真正的圣事降临 风青羊看向李染竹 目光中带着申请 我们的婚期 就定在四个月后 到时候将有群仙降临 而我 将要宴请群仙 请他们见证我们的婚礼 至于云青年 既然与你认识 四个月后 我也会让人请他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风青羊说着 突然用仙灵之气 凭空构造了一张红色帖子 不少目光瑞丽的人 都一眼认出 这是一张喜帖 归礼常用到的琴帖 风青羊微微仰手 仙灵之气构造的琴帖 便飞到了云青年面前 琴帖物资地摊开 内容 映入了云青年眼中 恭请云青年 骑射 天心圣地 时间 四个月后 末尾 写着风青羊 李染竹敬鹤 风青羊隐约猜到了云青年跟李染竹的关系 因此紧紧逼迫李染竹嫁给他还不够 他还要继续践踏云青年的尊严 甚至是践踏云青年跟李染竹的感情 他要李染竹 当着云青年的面 嫁给他风青羊 他要云青年 青年目睹着 李染竹嫁给他风青羊 云青年的双拳 紧紧握着 不断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无边的怒火 从云青年的心底涌起 浓烈的杀鸡 近乎吞噬了云青年的李治 纵横仙界数千年的云青年 从未感受到 像现在这样的恨意 不 这已经不仅仅是恨意了 是愤怒 是杀鸡 是风魔 风青羊 云青年歇斯底里的吼声响起 我云青年已先知大陆的天道立誓 四个月后 若不灭你肉身 请你神魂 灭你九族 将永生永世 沉沦无边黑暗 求不得生 求不得死 尝尽世间所有即行 天道誓言 也分层次 以云青年的身份 普通的天道誓言 已经无法对他造成约束 但先知大陆的天道誓言不同 一代云青年四个月后 做不到他所说的 那么他真的会被先知大陆的天道 打入无边黑暗 永生永世承受世间一切即行 第744章四个月后踏平圣地 被当成蝼蚁柔捏 旧为被废 种魔法则被剥夺 这些 虽然让云青年愤怒 但也只是愤怒 大不了日后报仇回来 可风青羊用云青年的性命 逼迫李染竹嫁给他 直接让云青年风魔 癫狂 歇斯底里了 在场所有人 都听到了云青年的誓言 他们先是愣住 而后奇怪 因为他们都是第一次听到 先知大陆这个词 这也是天道誓言吗 这是不少人 心里的疑惑 很快 所有人的焦点 在被转移 开始窃窃私语起来 不管是不是天道誓言 但有件事可以确定 云青年还真是不自量力 秋为被废 沦为普通人 还妄想四个月内斩杀仙人 不仅如此 种魔法则被剥夺 从今以后都不能修炼到新种魔大法 云青年拿什么重新崛起 拿什么去跟仙人相斗 不自量力的人我见多了 但像云青年这么不自量力的 我真是第一次见到 可不是吗 要我说 云青年岂只是不自量力 还是不识好歹 人家仙人都愿意放他一命了 他还当众宣誓要斩杀仙人 哼哼 如果我是仙人 肯定第一时间批死这种不识好歹的东西 比一生此起彼伏 在他们眼中 封青年是仙人 做什么都是对的 他想杀的人 一定就是该杀的人 他想做的事 一定就是正确的事情 而云青年在他们眼中 已经沦为了废物 从神坛跌落的废物 封青年要杀云青年 他们会拍手叫好 一致认为云青年该杀该死 封青年饶恕云青年 让他们看到仙人的仁慈 仙人的宽容 云青年的宣誓 则让他们看到了 云青年是何其的不自量力 何其的不识好歹 甚至 还有人连忘恩负义都骂了出来 封青年宽恕云青年一命 难道不是对云青年有大恩 云青年宣誓要杀封青年 难道不是忘恩负义 一直看着这一幕的尼菩萨 不断摇头叹气 心里愧疚到了极点 与此同时 他又有些惋惜 惋惜云青年冲动了 云青年哪怕要立下天道誓言 也不该用先知大陆的天道立誓 就算是先帝 都难逃先知大陆的天道制裁 另外 就算用先知大陆的天道立誓 也不该把时间压缩到四个月 如今的云青年 已经没了到新种魔大法 从今往后也不能再修炼这部功法 他失去了短时间内崛起的能力 四个月的时间 成长到比尖先人那一步 根本不可能 这比天方夜谭都还要天方夜谭 不远处的花洛云 也摇头叹息 他的看法 跟尼菩萨差不多 认为云青年不该用先知大陆的天道立誓 也认为云青年不该只给自己四个月的时间 其实在花洛云看来 别说是给云青年四个月的时间 就是给他四百年 四千年 都未必能成长到 看横峰青阳的地步 云帝 四个月的时间 您能创造一个奇迹吗 鬼谷子知道云青年全盛时期的身份 可鬼谷子此时 也用疑惑的口气嘀咕道 也难怪鬼谷子会有不确定的口吻 四个月的时间太短了 短到很多强者 一个闭关都不止四个月的时间 哈哈哈哈 不识好歹的东西 都落入这种境地了 居然还能舔着脸皮挑战本圣主 冯青阳听完云青年的誓言 直接用可笑的语气大笑了出来 更可笑的是 你说的时间不是四百年 不是四千年 而是四个月 四个月的时间 你能改变什么 现在的你 已经被我剥夺种魔法则 从今往后都不能再修炼到新种魔大法 你拿什么来挑战本圣主 冯青阳脸上全是不屑 丝毫没将云青年刚才的誓言放入心里 在他看来 那只是弱者的咆哮 不值一提 没资格让他放在心上 时候不早了 我们岂成返回圣地 冯青阳索然无谓地说道 这里全是凡人 浑浊的气息让他感觉不自在 另外 他跟李染竹的婚期 虽然是在四个月后 但依照冯青阳的性子 今天就应该开始着手布置 你菩萨 云青年这只蝼蚁 既然代表天窜学院 为你取得了百院大赛的所有第一 本圣主也会遵守当初的诺言 准你重回圣地 风青阳又看了你菩萨一眼道 阮竹 二长老 三长老 四长老 我们启程回归圣地 风青阳说着 大手一挥 直接带着李染竹 以及其他人撕开空间踏了进去 别人不信你 但我李染竹信你 四个月后 我等着你 与我一同踏平天心圣地 离开前 李染竹的声音 传入了云青年的耳中 另外 我还等着你 为我道转山河 逆流时光 复活我的族人 被撕开的空间 逐渐开始愈合 但就在他彻底愈合前 李染竹又通过神识 在云青年脑海里面 植入了一个单方 哈哈哈哈 云青年突然大笑 这笑声外人完全理解不了 好似封掉般的笑声 有你信我 对我而言已经够了 四个月后 我会与你一起 埋葬整个天心圣地 无论是对云青年而言 还是对李染竹而言 单单针对风青阳 已经消不掉他们的心头止恨 对他们而言 唯有葬送整个天心圣地 才能洗刷他们今日的耻辱 是的 今日受辱的 不只是云青年还有李染竹 云青年的屈辱是 被当成蝼蚁柔捏 修为被废 种魔法则被剥夺 以及靠心爱女人下嫁别人 换回他的遗命 李染竹的屈辱是 他护不住心爱男人 需要被逼嫁人 才能护下云青年 对于曾经的众神之主 李染竹而言 这就是天大的屈辱 云道友 是我尼菩萨对不住你 尼菩萨还没有离开 他充满愧疚的看着云青年 如果不是因为我要你参加百院大赛 你也不会惹上风青阳 不会沾上这的因果 我尼菩萨 倩云道有一个大人情 尼菩萨说着 挥动手中的雨扇 如盎然春一般 带着无尽生计的仙灵之气 包裹了云青年的肉身 几分钟后 治愈了云青年身上的所有伤势 第745章天道的力量 严格来说 云青年不是修为被废 而是通过某种被人剥夺修为 这种情况下 哪怕是尼菩萨 都不能短时间内 赋予云青年修为 因此 尼菩萨现在能做的 就算顺息皆恢复 云青年的肉身伤势 云道友 你今日之辱 来日我会为你十倍清算回来 尼菩萨眼中 罕见地闪过一道冷力 而后 他召集了天窜学院的所有高层 当场宣布白泽为新一任的院长 白泽初次以世事家白家 而白家的组长白鼎 乃是仁皇进第二层 教主级别的高手 由白泽当这个院长 再加上身后的白鼎 勉强也能震得住场面 云道友 时候差不多了 我也该启程回天心圣地了 尼菩萨交代好身后事 飞到云青年面前 与他告别 鬼谷子 你也跟我回去吧 如今气韵已经全面复苏 葬仙谷即将开启 我已经为你争取到了一个名额 张之洞对鬼谷子柳焉寒说道 痴尊 我 我想跟在公子身边 磨砂女柳焉寒说道 磨砂女说是跟 实际上 是想随身保护云青年 毕竟 现在的云青年 已经丧失了一身凶为 痴侄女 云道友虽然丧失凶为 但他纯肉身的战斗力 并不在你之下 尼菩萨暗中传音给磨砂女道 公子 尼菩萨师伯说的 可是真的 磨砂女微微一喜 不由问向云青年 值得一提 有外人在场时 磨砂女对云青年的称呼是公子 而非云帝 云青年拥有神识 尼菩萨刚才的传音 肯定瞒不过他 果不其然 云青年微微点了点头 你回去吧 等你真正强大 才能更好的为我所用 是 公子 磨砂女领命道 磨砂女对张之洞是感恩 感激他曾经的救命之恩 而对云青年 磨砂女则是效忠 是感忠心的效忠 临别前 我还有最后一句话 想道解云道友 尼菩萨欲言又止 最终还是决定说道 风轻阳比你想的还要棘手 哪怕四个月后 你成长到能威胁他的地步 也几乎不可能杀得了他 身为天心圣地的圣主 必要的 可以动用天心圣地的天道力量 两百年前 风轻阳还没得到生仙台的认可 我当时之所以屈服于他 便是因为这一点 在天心大陆 天道的力量 近乎无敌 告诫完这一点后 尼菩萨一行人离开了 与风轻阳等人一样 尼菩萨也是直接撕裂空间离开 云青年此时 已经冷静下来了 知道风轻阳能动用天心大陆的天道力量后 眼中闪过凝重 单单是战胜风轻阳自身 四个月的时间 对云青年来说 就已经非常艰难 如果再加上天道力量 就更加难上加难了 讲不到 尼菩萨也是一个仙人 怪不得永恒帝国 一直允许天窜学院的存在 有仙人坐镇 永恒帝国除非脑子嗅斗了 才会对天窜学院动手 不过现在天窜学院已经没了仙人坐镇 日后只怕要多灾多难了 四周人群都在低声议论 而后又有人感叹道 今天是天窜学院最风光的一天 但也是天窜学院圣级转衰的一天 同样圣级而衰的 还有云青年 他刚代表天窜学院 获得了百院大赛的所有第一 却也在这一天跌落神坛 从逆天如妖的天骄 沦为一介废人 尼菩萨等人离开后 花若云就带着灵雪 朝云青年这边走了过来 青年哥哥 对不起 灵雪刚过来 就红肿着两只眼睛 扑到了云青年的怀中 刚 刚才我母上把我禁锢了 所以我连一句话 都不能为你说 对不起 对不起 灵雪不停道歉 云青年轻轻拍了拍灵雪的肩膀 说道 我当时面临的人 你帮不上 你母上帮不上 所以 你母上禁锢你 是最好的做法 灵雪哭成了泪人 云青年刚才所受的屈辱 还不断在她脑海回放 灵雪知道 云青年傲骨争争 宁死不屈 刚才的经历 对她而言 比直接杀了她惨痛多了 青年哥哥 你跟我回皇城吧 我母上是博师 享有无上权利 能够动用许多资源 有了这些资源 青年哥哥恢复修为的速度就快了 灵雪又说道 她希望云青年跟她回皇城 除了上述所说的那些 还因为 她想跟云青年朝夕相处 云青年微微摇头 我需要的资源 你母上提供不起 我也不希望 你脱泪血 花若云的传音 突然在云青年的耳边响起 你已经立下天道誓言 四个月后就要斩杀封青阳 若四个月后 你做不到这点 将会受誓言反噬 被先知大陆的天道打入无边黑暗 所以 在你斩杀封青阳之前 我不会允许你跟雪在一起 云青年微微点头 说道 我理解 云青年确实理解 花若云如果这时候 还放任灵雪跟她在一起 那她也不配当灵雪的母亲了 多谢你的理解 花若云眼中 闪过一道月色 我还有个疑惑 纯属我个人的疑惑 你可以选择回答 也可以拒绝回答 花若云又说道 你跟李染竹 是什么关系 你已经猜到了 又何必来问我 云青年传音说道 花若云微微点头 诚如云青年说的 她确实是猜到了 其实不只是花若云猜到了 魏金伦 杨阳 朱明 以及在场许许多多的人 都隐隐猜到了 云青年跟李染竹的关系 一个女人 肯为了云青年的性命 而答应嫁给别人 他们之间的关系 已经不言而喻了 我并不排斥男人三妻四妾 但我绝不会允许 我花若云的女儿 与其他女人一起共事一夫 花若云又说道 云青年露出预言又止之色 似乎想回答花若云 最终还是没说出来 第746章 林天真先到了 云青年想说的是 林雪很好 相貌 气质 品性 都属于顶尖之列 但他云青年对林雪 并没有男女方面的情感 不过云青年 还是没把这话说出来 因为这席话很可能会打击到林雪 花若云当着林雪的面 对云青年说道 云小友 既然你拒绝了雪的邀请 现在时间也不早了 我们母女就先告辞了 解慢 云青年突然叫住他们 云小友还有事 花若云脸上 透着几分不耐烦 我说过要给林雪一个大惊喜 这个惊喜可能今天就会出现 也可能还要两三天的时间 所以想请你们在墨周城 再逗留一些时日 云青年想了想说道 他这个惊喜 指的是林天真先 快的话 林天真先今日就能到达 最慢也不超过两三天的时间 花若云眼中闪过不悦 一副预言又止的样子 最终传音说道 云小友 我此前虽然为了你跟萧黄出手 但那并不代表 我跟萧黄决裂了 我还是永恒帝国的国师 云青年眉宇微微一皱 花若云这话的意思 好似在说 他云青年挽留他们母女在墨周城 也有用心似的 花道友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不用拐着弯 云青年语气出现了几分不悦 好 那我就跟你直说了 要我们在墨周城逗留几天也不是不行 但丑话先说在前头 这几日内 天窜学院若是遇到问题 请恕我爱莫能助 花若云说道 原来她是这意思 果然认为云青年挽留他们母女 是别有用心 是想借助她花若云的力量 去震慑对天窜学院虎视眈眈的势力 呵呵 原来花道友是这意思 花道友放心吧 我云青年还求不到你头上 云青年冷笑一声 心里微微泛起一缕火气 当然 她也没表露出来 毕竟灵雪还在这里 云青年不想她为难 云青年抱了抱拳 朝灵雪说道 雪 我还有事情要处理 就先告辞了 那个惊喜 快则今天 慢则两三天就会为你揭开 说完 又看向花若云 花道友 墨周城很多酒楼客栈 你们可以随便找监住下 云青年让花若云住客栈的意思很明显 天窜学院就算发生什么事情 住在客栈的花若云也是边长莫及 或者说 亚根就不知道天窜学院出事 这样 也就不用为难 要不要为天窜学院出手了 白则 我们走 云青年说着 与白则 为金伦 及天窜学院的一众师生离开了这里 永恒圣院的一众高层 顿甲学院的一众高层 北契学院的一众高层 灵溪学院的一众高层 以及其余大小不一 不下百个学院的高层 全都目送着天窜学院的一众师生离开 这些人 眼中无不闪烁着贪婪的金光 但又因为某种顾忌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天窜学院的一众师生离开 院长 我们就这样放任云青年跟天窜学院的人离开吗 永恒圣院那边 一位高层看向院长肖罗海道 给我闭嘴 肖罗海狠狠瞪了一眼对方道 肖罗海现在都没忘记 花若云此前跟他说过的那句话 你最好祈祷 云青年没伤到一根汗毛 否则没人保得住你 返回天窜学院的途中 天窜学院的一众高层 都低头不语 脸上充满了担忧之色 白泽一直跟在云青年身边 忍了很久 终于问道 公子 你 你还好吧 白泽是担心 云青年一息之间 从神坛跌落 承受不住巨大的落差 我能有什么事 云青年耸了耸肩 满不在意道 不过云青年的心里 却闪过了盎然的杀鸡 染竹 你放心吧 四个月后 我会带着你 踏平天心圣地 白泽 尼菩萨既然把天窜学院交给你 就是代表他信得过你 你不要让他失望了 云青年看向白泽说道 今日过后 针对天窜学院的失利会很多 但这些都不碍事 只要永恒圣院不出手 都成不了气候 公子想的 跟我想的差不多 我也是担心永恒圣院会出手 毕竟永恒圣院背后就是永恒帝国 白泽点点头道 永恒圣院暂时不会出手 人的名术的影 尼菩萨三个字 还镇得住永恒圣院一段时间 云青年微微沉吟道 当然 永恒圣院会顾忌尼菩萨 是因为他们家大业大 但其他势力却不一定了 有句老话说得好 光脚不怕穿血的 所以 短时间内 必须提升天窜学院的整体实力 我也会留在天窜学院一段时间 你回去后 选一批中心的学员跟老师 由我来提升他们的修为 云青年被剥夺种魔法则以后 不仅不能重新修炼到新种魔大法 同时也不能再练化某种 也就是说 云青年储物界里面 堆积如山的魔种已经不能再使用 但云青年不能用 不代表别人用不了 云青年的打算是 利用这些魔种 短时间内围天窜学院 打造一批高手 尤其是 云青年还有三媒人黄境巅峰的魔种 跟一媒民仙级别的魔种 三媒人黄境巅峰的魔种 分别是肖无畏 第二圣子 莫安然的魔种 民仙魔种 则是从幽影明黄身上攫取的 黄昏刚过 墨州城外 出现了一道气息绝世的身影 是一个青年 穿着羽衣 明明只是人亡修为 但周身围绕着一道道光圈 灵气盎然 好似仙人下凡 这青年不是别人 正是风尘仆仆 从银州赶来的灵天真仙 仙人 又是仙人 天呐 今天怎么了 刚走了一批仙人 又有仙人到访 守门的护卫 都是阴殿镜跟空际镜 人亡在他们眼中 便已经是高高在上的存在 更何况 灵天真仙此时 周身缠绕着光圈 灵气盎然 自然就被误会成仙人 灵天真仙也不解释 任由他们跪拜 而后探手一抓 将一个阴殿镜的小喽啰抓了过来 开口就问道 墨州城今天来过仙人 第747章安排后事 尽管尼菩萨离开了墨州城 但云青年还是住在尼菩萨的府上 正殿里面 云青年坐在红木椅上 手中捧着茶杯 清敏着香敏 白泽语味金伦 此时就站在云青年面前 白泽 你现在虽然是人黄金一层 但想当天窜学院的院长 实力还不够 云青年缓缓开口道 是的 白泽直接点头 说道 但我已经是学院里面最拿得出手的一个了 院长选我当院长 也是无奈之举 另外 也因为我们白家的组长是人黄金第二层的教主高手 云青年微微摇头 教主不算什么 这没某种 你拿去练话吧 虽然未必能让你踏入人黄巅峰 但人黄金四层 不会有问题 云青年从零罗界里面 取出了一枚人黄金巅峰的某种 这是二皇子肖无畏的某种 我如今丧师修为 已经不能助你练话某种 所以练话事宜 只能靠你自己 多 多谢公子 白泽又是激动 又是感动到 魏青年 这枚某种你也收着 云青年又拿出了一枚某种 看向魏青年道 不过不是人黄境巅峰的某种 而是人黄境四层的某种 这是肖无畏另一个侍女 肖青云的某种 值得一提 魏青年在小世界里面 曾被消失运费过修为 云青年当时 就用消失运的某种 补充了魏青年 折损的修为 此时 魏青年才练化那枚某种三成的能量 两枚人黄境四层的某种 足够让你踏入人黄境四层 不过接下来 只能靠你自己练化某种了 公子 你的大恩 金轮莫尺难忘 魏青年红着眼睛道 云青年微微点头 看向白泽道 花若云的落脚之处 查到了吗 七炳公子 花若云跟灵雪 包下了整间天宝客栈 现在就住在那里 白泽禀告道 知道他们的落脚之处就行 云青年说道 接着 云青年拿了笔墨纸燕 在上面写了七种草药 白泽跟魏青轮 看到上面的药材后 瞳孔都微微一缩 这七种草药 年份最低的 都是十万年以上 年份最高的熔魂草 更是三十万年的年份 白泽 动用天窜学院所有关系 短时间内必须弄到这七种草药 云青年将写好七种草药的纸 交给了白泽 末了 云青年又补充道 只要有这七种草药的线索 都要不惜一切代价 不惜一切手段得到他们 是 公子 白泽领命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云青年用这么郑重的口吻交代他 金轮 这些半步人黄的某种跟人王静的某种 就交给你负责了 云青年又看向魏青轮 白泽会选出一批忠诚的师生 由你帮助他们练化某种 练化某种上 魏青轮也算颇有经验 云青年自身没空的情况下 魏青轮毫无疑问是最适合的人选 好了 没什么事 你们暂且告退吧 云青年摆了白手道 公子 还有一件事 白泽突然说道 云西副院长已经在殿外等了十多分钟了 似乎有什么要事要见您 嗯 你们出去后 让他进来 云青年点头道 半分钟后 魏金轮跟白泽离开 云西从殿外走了进来 云大师 我曾听副院长说过 你拥有天火 不知是真是假 云西指示着云青年道 嗯 云青年眉宇微微一领 两只目光瞬间变得锐利起来 好似要看穿云西的心理想法一般 云西汗毛倒树 只觉得在云青年面前 好像所有秘密都暴露了起来 而且云青年的目光 在这一刻 居然让他生不出对事的心理 假意似的 就要弯腰头颅 他 他真的被剥夺凶位了吗 云西心里震惊道 要知道 云西可是半步人黄的凶为 且身怀天火 哪怕人黄的目光 都不可能给他这种感觉 云大师 你别误会 我 我只是想跟你请教一个问题 云西抽了一口冷气 连忙说道 我其实也拥有天火 叫做玄冰寒雁 不过 我并没有完全融合天火 换句话来说 我对天火的掌控 还没到随心所欲的地步 我 我想请教云大师 我需要怎么做 才能更加彻底的掌控天火 云西说完 手中浮现了一朵寒冰颜色的火焰 接火焰出现以后 四周温度瞬间冷了下来 全冰寒雁 排名93名的火焰 云青年的目光 微微暖和了下来 他刚才以为 云西看上了他的天火 你的问题 你自己心里 其实已经有答案了 云青年看着云西 说道 如果我没看错 你得到全冰寒雁的时候 你本身还很弱小 连先天生灵都不是 全冰寒雁同样也很弱小 否则也不会被你收服 正常情况下 在天火弱小时收服他 是最好的时机 因为这种情况下 你容易与他培养出感情 奈何 你接下来的成长速度 远远弱于悬冰寒雁 你如今只是半步人皇 半悬冰寒雁 已经相当于人皇境三层的舞者了 天火也是生命 也有自身想法 哪怕他跟你感情再好 他也会心生芥蒂 不愿被一个半步人皇驱使 听云青年说完这番话 云西目光直接变得震惊 因为云青年说的这些完全正确 不可思议 太不可思议了 云 云大师 你 你居然能用肉眼看出这些 云青年没理会云西的震惊 说到 你想随心所欲的掌控悬冰寒雁 只需要提高自身修为就够了 云西苦笑 云大师 我何尝又不想提升修为 只是我修炼天赋有限 能修炼到半步人皇 已经是运气很好的缘故了 这么说 你来找我的目的 是为了某种 云青年又悠悠地说到 云西心里 早就明白 她不能随心所欲地掌控天火 是因为修为的关系 但她还是来找云青年 就只剩下一个可能了 第748章成神的丹药 祝神丹 云西既然知道 她不能完全掌控天火 是因为修为不足的关系 但她还是来找云青年 只能是为了某种 云大师会言 云西先是低下头 眼中闪过了犹豫 而后又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只要云大师 能让我拥有彻底掌控天火的修为 云西愿立下天道誓言 效忠云大师一百年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云西也明白这个道理 因此 打算用一百年的自由换取这一切 好 我答应你了 云青年微微沉吟 她现在正需要人手 提升云西修为后 为她所用在好不过了 多谢云大师 云西跪着说道 这是一枚人黄境巅峰的某种 虽不能让你获得人黄境巅峰的修为 但人黄境似曾不是问题 而且你拥有天火 变化速度至少是金轮 白泽的十倍以上 云青年说着 从灵罗界里面 取出了莫安然的某种 而后一把打入了云西的体内 你先倒退 今晚就开始必死关 用最快的速度炼化这枚某种 云青年又说道 是 公子 云西也学着为金轮 白泽 喊云青年为公子 云西倒退后 整个大殿 就只剩下了云青年一人 云青年的脑海 不由又浮现了 今天经历的一幕幕 秋为被废 种魔法则被夺 被当成蝼蚁柔捏 最后 离阮竹以下架封青阳为代价 换取了云青年一命 云青年的双拳 不自觉又握了握 间接三千年 天心大陆十八年 云青年还是第一次 受到如此之大的耻辱 阮竹 这一次我让你失望了 害你受我牵连 被一个凡人胁迫 不过你放心 四个月后 我定会带着你 踏平天心圣地 云青年低声嘟嚷 语气虽然平静 但心里却充满了 滔天的杀鸡 接着 云青年又想到 离阮竹离开前 在他脑海植入的 那个单方 原来阮竹 早就知道 我得到了神之法则 云青年嘀咕道 正常情况下 神之法则只有道祖 先帝这个级别的 仙人才能练化 低于道祖的仙人 想要练化神之法则 无异于痴人说梦 而连道祖之下的 仙人都不能练化神之法则 就更别说是 仙人之下的凡人了 云青年全盛时期 虽是先帝 但他现在修为备废 连普通舞者都不如 肉身近期 虽然恢复了不少 但也只能发挥出 无限于 接近洞天境的修为 因此现在的云青年 想要练化神之法则 完完全全不可能 颗里染竹离开前 给云青年的那个单方 却可以让云青年 将神之法则炼制成 助神丹 顾名思义 助神丹是可以帮人 铸造成神的地基 助神丹以神之法则为主要 在服役七种珍贵药材 一条龙金 那七种珍贵药材 云青年已经让白泽 动用天窜学院的力量去收刮 剩下的龙金 云青年心里也有了目标 真正龙金 天心大路几乎寻不到 哪怕有神龙出没 也不是现在的云青年 有能力得到 但云青年的目标 却不是真正的神龙 而是永恒帝国的国运神龙 乌爪金龙的龙金 只要助神丹炼制完成 我就真正的一步登天了 云青年眼中闪过炙热 在他看来 服下助神丹后 他到时候就能瞬间拥有 天心大路封顶的修为 也就是 伟先巅峰的修为 以他的战斗力 一旦有了伟先修为 只怕是人仙 真仙之流都能横扫过去 云青年将明仙的某种取了出来 开始在某种上面刻画符文 如今的云青年 已经丧失修为 肉身虽然能发挥出 无限于接近洞天境的力量 但面对真正的洞天境 依旧死路一条 为了保守起见 云青年必须要准备一些后手 比如 用明仙某种做阵眼的 九天珠仙沙阵 不过 云青年才刚刻画一半符文的时候 白泽突然来抱 公子 府外有个自称 临天的青年想见公子 临天来了吗 云青年眼睛一亮 连忙停止刻画某种 马上去带临天来见我 是 公子 白泽领命 还不到两三分钟的时间 白泽就带着一个周身缠绕光圈 灵气盎然的青年来到了大殿里面 白泽则很识趣的告退 拜见云帝 林天真仙刚看到云青年 就跪拜道 年里 云青年摆了白手 云帝 您没事吧 我 我到墨州城的时候 已经知道今天发生的事情了 林天真仙从地上起来后 就一脸担忧的看向云青年 还行 受了些屈辱罢了 云青年云淡风轻的说道 风轻阳该死 天心圣地该死 敢敢冒犯云帝 全部都该打入炼狱 承受一万年烈火焚烧之行 林天真仙两眼喷火的说道 好了 别提这个 云青年摆了白手 说道 你妻子跟女儿 此时就在墨州城 我现在就让人带你去见他们 云帝 不可如此 林天真仙连忙拒绝 理应由他们来拜见您 云青年摆了白手 让他们来拜见我就算了 免得被以为我别有用心 林天真仙微微色变 似乎联想到了什么 他来墨州城的时候 已经通过守门的护卫 知道了墨州城发生的事情 云青年修为被废 跌落神坛 天窜学院也随着尼菩萨离开 变成所有势力眼中的香魔魔 云青年说出别有用心后 林天真仙立马就想到了一个可能性 他的妻子 很可能误会云青年 想借助他的名头 虎甲虎威 云帝 我不知道我妻子 说了什么冒犯您的话 属下先在这里 替他向您道歉 林天真仙说着 再次跪了下来 并且砰砰砰砰 一连磕了十个响头 跪完 林天真仙便从地上站了起来 云帝 属下会亲自去找花若云 到时候会给您一个交代 云青年微微点头 林天真仙的态度 没让他失望 我会让白泽 带你去见他们 第749章 花若云至深事外的态度 林天真仙心里是真的窝火 云青年对他 可是有两次再造之恩 第一次 是在仙界 馈赠他太乙魁金绝 让他从一界废柴 重灵巅峰 一举成就真仙之境 第二次 是在天心大陆 当时的他只剩下一个肉身 云青年 亲自施法 为他夺取了 萧天赐萧人王的肉身 可偏偏 他的妻子 居然冒犯云青年 若云啊若云 你明明是很精明的一个人 怎么会突然犯蠢呢 以云帝的身份 哪怕现在落难 也只是暂时的龙困浅滩 迟早会再次一飞冲天 你没抓住机会 向云帝是好也就罢了 居然还认为云帝别有用心 林天真仙低声嘟嚷 此时 由白泽亲自为他带路 前往花若云居住的天宝客栈 林天真仙责怪花若云的同时 又忍不住有几分感慨 没想到 这个花若云 真是我的花若云 林天真仙以前 寄居在萧天赐萧人王的体内 萧人王身怀皇室血脉 虽然只是旁之 但终究也是皇室血脉 在皇城的同辈里面 也算是小有地位 林天真仙很早以前 就通过萧人王的交际圈 知道了花若云的存在 不过那会的林天真仙 还以为是同名同姓 毕竟天心大陆人口万万亿 同个名字的人 多了去 当然 林天真仙也有好几次怂恿萧人王 去见花若云一面 毕竟同名同姓 起码也能给林天真仙几分希望 万一是同一个人呢 奈何 萧人王虽然小有地位 却连见到国师的资格都没有 甚至别说萧人王了 就是拥有皇室直系血脉 永恒圣院的院长 人皇进巅峰的萧罗海 都没资格主动去见花若云 云帝之前跟我说过 我那个素未谋面的女儿 被她传授了缩减版天女玉皇心经 这又是一个大恩 林天真仙低声说道 眼中有言语道不清的感激 天女玉皇心经 可是女帝持遥自创的功法 是放眼仙界最最最顶尖的功法 云帝传授的天女玉皇心经 虽然是缩减版的 但也决定能让无数仙人眼热 甚至连道祖 都有可能为了缩减版的天女玉皇心经 杀个你死我活 很快 林天真仙就在白泽带领下来到了天堡客栈外面的天空 还不等他们两个降落地面 一股可怕的气势就从客栈里面席卷出来 某人可是说过 求不到本仙头上 你这凡人来这里做什么 花若云高高在上的声音直接响彻了四方的天地 不仅白泽 林天真先听得到 就连方圆千百万米内的所有人 都清楚听到了这席话 不少其他势力的探子 听到这席话以后 两眼无故放出精光 国师口中的某人 指的是云青年 哈哈哈哈 云青年跟国师的关系 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废话 你们没听到 国师自诩时 用的是本仙吗 这已经变相撇清他跟云青年的关系了 快 快把消息传回学院 家族 没有国师庇佑 无论是天窜学院还是云青年 可都是砧板上带宰的鱼肉了 白泽文言 整个人都变得羞怒异常 他来这里 可不是有求于花若云 纯粹是云青年让他带林天真先来这里 花国师 你确实很强 但你认为我家公子会求到你头上 是不是太过自作多情了 白泽冷亨 虽然畏惧花道有些人修为 但还是忍不住回呛道 白泽这席话 同样没有掩饰声音 以至于其他势力 潜伏在四周的探子 眼中喜色更甚 白泽这席话 让他们更加肯定 国师跟云青年没有关系 放肆 花若云的呵斥响起 客栈外面悬浮于空的白泽 直接被花若云的气势震得吐血 小小凡人 也敢冒犯本仙 若非看在你菩萨份上 你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白泽一脸屈辱 强忍着体内翻江倒海的内伤 他按道自己刚才冲动了 面对实力碾压他的花若云 他最理智的做法 应该是一声不吭 白泽转身 就要离开 不过 林天真仙突然飞身 挡在了他面前 白兄 抱歉了 让你为我带路 还让你白白受辱 林兄客气了 都是为公子办事 白泽强行挤出一道苦笑 他心里虽然不爽 但还不至于宣泄在林天真仙身上 走吧 我带你去见花若云 我会让他跟你道歉 林天真仙说道 呃 听到林天真仙说 要让花若云道歉 白泽不由微微傻住 找死 客栈里面 花若云面色直接冷了下来 客栈外面 那两只蝼蚁不仅没离开 其中一个人王蝼蚁 还拉着白泽往客栈飞来 云青年啊云青年 你太让本仙失望了 还以为你是个角色 没想到在危机面前 也开始死皮赖脸了 花若云眼中有冷意 也有鄙夷 毫无疑问 花若云是认为 白泽跟林天真仙 现在还朝客栈飞来 是得到了云青年的命令 是云青年让他们来找自己求助 没意外 云青年所谓的 给选一个大惊喜 也是子虚乌有 目的只是为了片本仙在 墨州城都逗留一时半会 好让他能扯虎皮 打着我的旗号宝身 花若云目光越来越冷 云青年在他心里 俨然成了一个卑鄙小人 与此同时 花若云对白泽跟林天真仙 也动了杀鸡 看来要用这两个蝼蚁的性命 来宣告其他 是立我与云青年的关系了 花若云动了杀鸡 且复之行动 恐怖的仙人薇鸭 从他身上席卷出来 白泽一个照面 就受到薇鸭压制 身影坠向地面 尽亏林天真仙出手及时 抓住他的衣领 避免他坠地 白泽不由震惊 林天真仙只是人亡 怎么会不受花若云的薇鸭影响 同样意外的 还有释放威压的花若云 一个人亡 居然不受本仙威压的压制 第750章小花花 她是仙人转世 花若云心里 立马就有了答案 仙人转世又如何 现在只是人亡凶为 也敢在本仙面前放肆 花若云轻哼的时候 夹带着凶为的气势 席卷向了林天真仙 扑 林天真仙一个照面 就被压迫的口吐大雪 花若云 你这坡妇 你想谋杀亲夫吗 林天真仙肉身被压制的 连开口说话的能力都没有 索性就用神识传音道 楼宜 你彻底触怒本仙了 花若云眼中 直接浮现杀鸡 无论是坡妇 还是谋杀亲夫 这两个词 都是对她花若云的亵渎 坡妇 我是林天 我是你夫君林天啊 林天真仙感觉到 花若云的杀鸡后 连忙用神识传音 大喊大叫说出她的身份 你 你说什么 花若云整个人都傻住了 我说我是你夫君林天啊 当年我们一起探寻一个古老传承 无意中触动了一个传送阵 从仙界被传送到了天心大陆 林天真仙再次用神识传音道 天 天哥 真的是你 花若云整个人都变得激动了 不对 你不是天哥 你身上有细薄的皇室血脉 本仙虽然不知道 你为何投靠了云青年 但你是永恒皇室的子嗣 花若云连忙又推翻道 并且眼中的杀鸡 变得愈加的盎然 感冒充他的夫君 更加是死罪 小花花 我真是你天哥啊 我现在这个肉身 是我夺舍而来的 我来天心大陆的时候 肉身已经损毁了 就剩下灵魂活着 林天真仙快急哭了传音道 花若云身上的杀鸡 已经让他感到不寒而栗 他是真怕花若云随便轰出一击 把他打得死无全尸 因此他着急的连小花花都喊了出来 要知道 这个称呼林天通常只在亲热的时候 才会这么喊花若云 你 你真是天哥 花若云语气一致 小花花这个称呼 让他面色莫名地羞红起来 你有什么证据 能证明你是天哥 花若云又问道 我们当初进入那个古老传承之前 你已经怀有身孕 林天真仙说道 还有吗 花若云已经信了七八分 可鬼神使然 他不由又问了一句 还有 林天真仙一下子露出深思之色 事实上 他有许多证据 能证明他是林天真仙 但情急之下 反而一个都没想出来 还有 进入那个古老传承之前 我 我突然心血来潮想要那啥 但因为你怀有身孕的关系 你 你用口帮我解决了 林天真仙红着脸 用神识传音道 他也纳闷 自己一时之间 怎么就想到了这个 抓地一下 花若云整张脸 也红得像熟透的番茄 那一次 也是他最大胆的一次 当然 害羞虽然害羞 但这一刻 他是完全相信 他是林天真仙了 天哥 花若云从乡房里面飞了出来 与林天真仙紧紧相拥到了一块 讲花花 这些年 苦了你了 林天真仙红着眼睛道 他是做梦都想着跟花若云重聚 讲花花 我 我们的女儿呢 快 快带我去见她 林天真仙又一脸激动地说道 如果说 花若云是他最想重聚的人 那么对于女儿 林天真仙就是愧疚了 身为一个父亲 却从未陪伴过女儿成长 很多时候 林天真仙甚至害怕见到女儿的那一天 因为愧疚 因为他不配 还不等花若云回答 林天真仙的左眼 突然泛起一道眸光 笼罩了整间天宝客栈 清灵眼 花若云一下子就认了出来 当初他们夫妻两个 进入那个古老传承的时候 曾一人得到一只心灵眼 混蛋 明明用心灵眼就能证明身份 非要用那段让人脸红的事情证明身份 花若云恼怒地瞪了林天真仙一眼 脑海不由又想起了那一幕 现在想起来 花若云都有些想不通 当时的自己 怎么会那么大胆 敢用口为林天服务 实在太羞耻了 真仙血脉 而且能让我的灵魂悸动 果然是我林天的女儿 清灵眼已经将林雪的面容 映入了林天真仙的脑海 却 出来拜见你父亲 花若云传音给五楼乡房里面的林雪道 什么 林雪正在盘膝打坐 听到花若云的声音后 直接出现了不可置信的目光 不 不必了 我 我亲自去见他 林天真仙迫不及待的声音响起 身影直接往林雪的乡房飞来 还是人黄静即静的修为 哈哈 比我这个当老子的强多了 林天真仙也有神识 哪怕不借助心灵眼都能一眼看出林雪的修为 此前是注意力没放在林雪修为上 所以没注意到她的境界 你 你真是我爹 两人面对面相见的时候 林雪又是激动 又是不敢相信的问道 不过林雪虽是在问 但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见到林天真仙的第一眼 林雪就感到了灵魂的悸动 半年前 她第一次见到花若云时 也是这种感觉 灵魂的激动 却 我是不称职的父亲 不过从今以后 我 我一定会是被补偿你 林天真仙又是愧疚 又是激动的说道 不 这并不怪您 女儿都听母上说了 林雪冲向了林天的怀抱 多年以来 林雪几乎是做梦都想见到父亲 尤其是知道 父亲并不是丢弃她 而是因为人力不可抗拒的原因 才导致他们失散 林雪对父亲就更没有责怪 有的 只是思念 源于血脉 源于灵魂的思念 一家三口 温存许久以后 林天真仙忠于正色的看向花若云 说道 若云 你现在就给白兄道歉 跟一个人黄道歉 花若云嘴上虽然没说 心里却出现了几分不愿意 怎么 你不愿意吗 你如果不愿意 就由我这个当丈夫的 去给人家磕头道歉